首先的話一樣 待會請各位打開210的題目 我們首先先大概了解一下 它這個題目到底 我是覺得它這個題目設計的還蠻不錯 比起以前好像沒有這個題目說明 這個題目說明主要是讓你知道說 這個題目到底在問什麼 而且它有個情境 某公司貿易公司的業務人員 交辦新來的業務 所以以後你也可能是新來的 計算2013年以美金報價 那不同的貨幣一定有不同的匯率 交易資料 但是那個承接離職人員的檔案 卻發現有許多錯誤 所以它有一些不必要的資料 那不必要的資料要怎麼辦呢 就是要把那個不必要的資料給刪除掉 那如果新來的業務人員 要用快速的方式刪除多餘 刪除多餘的資料 再以這個匯率計算美元的報價交易資料 那這個應該怎麼做 所以它重點就是 其實這個就是考你會不會刪掉不需要的資料 然後用正確的匯率去算出那個美元的報價 好那首先的話底下大概有幾個題目 我看好像只有一題吧 這個product的這個工作表 然後有A到F 所以其實它一題裡面有A到F 有六個小題 那六個小題我們其實就逐一來看 所以第一個我們先把那個題目先打開 題目的部分 這邊的話是2110 把2110打開 然後打開之後的話 這邊其實有兩個工作表 一個工作表是product 有關產品相關的 那一個可能是什麼 它的匯率部分 匯率這邊 這個匯率好像29 現在應該30 我看好像30.7多吧 OK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題目大概要做哪一些 我們足以來完成 第一個的話呢 A的部分 它說這個工作表 product工作表 編輯儲存格的資訊 它第一個那個RATIO的欄位 B2到B1的243 把這裡面的USA改成AU AUS應該是奧幣吧 把USA改成AUS 所以呢 我們第一個把這裡面的資料把它改成 AUS USA改AUS 裡面這麼多 當然不是叫你用人工的方式 所以呢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AUS的話 最快的方法應該知道吧 常用裡面有取代 尋找跟取代 尋找取 其實就取代 不過我建議 這個取代還蠻常用到的 所以建議怎麼樣 可以把那個快速鍵記下來 快速鍵是什麼 Ctrl H 這邊會出現 Ctrl H 或者你點它也可以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把USA 順利打個USA 取代成AUS OK 那再來的話呢 其實全部取代就好了 全部取代 不過這裡可能會有一些地方需要設定的 其實 目前是尋列 其實建議是尋藍 不過其實好像你不改也沒關係 反正它找到那個右邊 沒找到它就繼續往下找 全部取代一下 OK 總共有57個 按確定 裡面應該OK了 第一個 已經把USA 改成AUS OK 第一步 第二個的話呢 就Polar ID A2到A243 參與空白 空白 空白的部分在哪裡 我看一下 其實這樣看起來好像看不出來 但是其實喔 你會幫你選一下 這邊有很多空白 這邊有很多空白 OK 所以喔 這邊中間空白 尾巴也空白 所以如果要把這個空白拿掉的話 不是叫你說用人工的方式Delete掉 其實最快的方法也是一樣 一樣什麼 Ctrl H 然後把空白 這邊就不用那麼多選項 把空白怎麼樣 所以你在尋找目標打一個空白 記得喔 這邊多個空白 然後取代成什麼 沒有 沒有的話就是把它清除掉的意思 然後呢 取代成 這個就不要輸任何東西 按全部取代 那你會發現喔 總共有1443項 按確定 好 那這樣理論上底下應該就沒空白了 OK 好 所以喔 第A跟B 實際上就是考什麼 考那個你會不會 A的部分呢 其實就考你會不會 用取代 好 那第三個比較困難 刪除含有 Total自串的所有列 Total自串看一下 哪裡有Total 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第三列有 第四列有 第九列有 那以前要刪除列的話 很多人就是這樣 選第三列之後按Ctrl鍵 然後再選第五列 然後再按Ctrl鍵 按住不要放 繼續點 可是問題喔 這麼多 這麼多 那可能啦 這個資料太多太多了 如果一直按Ctrl鍵 一直點點點點 恐怕要點非常非常久 所以啦 如果 假如你希望喔 可以自動幫你把Total的資料 全部找到 然後把它一次刪除的話 教各位一個技巧 真的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會這個技巧喔 那真的很麻煩 你變成真的是 就像我一樣 你要一直按Ctrl鍵 然後一直按 一直按 按完之後再怎麼 按右鍵把它刪除 可是問題 裡面假設有100個 你可能要點100次喔 200個要點200次 而且現在資料大數據時代 只會多 可能都幾萬 甚至幾十萬 上百萬都可能啦 完了怎麼選 選到下半還選不完 OK 而且還不能有人跟你講話 講話你啊 剛剛選到哪裡了 完蛋了 對不對 所以啦 如果你 假如要把有Total的資料 把它刪掉的話 教各位一個簡單的技巧 第一個喔 我先把那個Total 這幾個字啊 點兩下 把它Ctrl-C一下 做什麼呢 我用它來尋找 所以尋找的話 就是Ctrl-F 其實這邊有個尋找 取代我剛剛講的是Ctrl-H 那尋找我建議 也是7 Ctrl-F 所以或者你點這邊一下 也可以啦 或者你按Ctrl-F 尋找 那你要尋找什麼 我要尋找剛剛講的 這個Total 所以把它貼上 剛剛我有複製啦 我記得剛好有空白 空白不能有出現在這裡 一定要把它抵抵 好 接下來的話呢 你按下全部尋找 我覺得它尋找功能還蠻不錯的 它會幫你把有Total的這些 通通都找到了 總共這麼多 那可是問題 我要怎麼一次刪除 再教各位一個方法 請你呢 把它選起來 那怎麼選 游標反向第一次 一定放第一個 如果你要把它選到最下面的話 你按Shift鍵 點到最後一個 有沒有發現 你按Shift鍵喔 再點最後一個喔 它後面的這些儲存歌 就被你選到了 那選完之後 你說老師那我按Delete嗎 如果你按Delete你會發現 儲存歌裡面的資料 會不會不見 Delete看看 還在 所以記得你不能直接按Delete 那你要怎麼做喔 我全部尋找 記得喔 有個很關鍵的地方 不是按Delete喔 請你特別注意喔 在我們的常用 特別注意這個關鍵的地方 常用裡面呢 有個叫刪除的功能 那我要針對我現在選的儲存歌 去做刪除列的動作 只能從這邊 好像如果你從這邊 按右鍵是不行的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要從這一邊刪除 選這個喔 然後按Shift鍵 選最後一個 然後再刪除 找到常用裡面的刪除喔 那我要刪除什麼東西呢 我要根據它所在的儲存歌位置喔 然後幫我把整列刪掉 請問選哪一個 如果你選第一個的話 應該只會刪掉那個儲存歌 但是列還在 如果你選這個的話呢 它就會整列刪 如果你選這個的話 變成整藍刪 不是整藍 整列喔 工作表列 記得喔 點一下 好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那些東西還在嗎 不在了 那你說它其他資料跑哪裡去 因為你只要把列刪掉 它就往上滴 一直滴 所以底下的東西變不見了 所以看一下 Total有沒有 Total部分都不見了 那下面資料就往上滴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 可能要試一下 這個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不會用喔 真的 事情就很麻煩了 記得喔 Ctrl F Total找全部 然後選第一個 再按Shift鍵 選最後一個 再記得喔 這個地方是刪除 工作表列 這樣就刪掉了 請各位試一下畫面 先還給各位 那所以呢 210 我們先完成 210的 應該是 題目裡面的話 是A而已 所以我們 總共它到F 所以我們後面其實還有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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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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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